大家好,我是小鹅 今天用花生和糯米粉做好吃的 首先准备80克花生米,洗净,切碎 加入100克糯米粉 大概40克白糖 各种用量,大家可以捉成调整 加入大概80克清水,搅拌成大颗粒 能够用手钻成团就可以了 先取一小团,断磁室,再揉圆 手上抹一点点清水,可以揉得更圆润一些 平底盘刷少许油,防粘 放入搓好的花生糯米丸子 冷冻保存,半年也不会坏 可以煮着吃,蒸着吃,又炸吃 锅中放适量的油 大火把油温升高,放入筷子 筷子周围都有小气泡,油温就可以了 分开放入花生糯米丸子 防止粘连 全程小火慢炸 过程中要注意搅动 一是可以使受热均匀 二是可以防止粘连 炸至表面金黄 即可捞出控油 这样做的花生糯米丸子 外酥里糯米丸子 而且加上花生的香,白糖的甜 非常非常地好吃 剪一下,可以听得到的酥脆 看得到的软糯 简单又好吃,喜欢就试一下吧 我是小鹅,美食视频天天更新 喜欢就点赞收藏,关注一下吧 谢谢大家 好